两人深夜乘坐电梯 突然有人从电梯外穿了进来 说外面都是怪物 甚至想让电梯停止下降 可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直到最后电梯门打开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天,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说一部惊悚短片 紧急破身 这二天明治好像和飞机有关系 使者这些部密室短片 导演拍过立方体和人寿杂交 这部短片可以说是立方体的雏形 在一栋大楼内 今天艾伦加班到深夜 拖着皮裂的身体 他准备回家 从38楼乘坐电梯 上了电梯后 按下地下停车场的楼层 就默默的阅读手中的资料 还顺带醒下鼻涕 电梯没下降几层 结构高高男人进来了 看到艾伦按下了楼层 他就没有继续 显然他很可能也要去地下停车场 毕竟都这个时间点了 下班回家很正常 此时的电梯下降到22层 一男女在电梯内 氛围总是有点奇怪 再加上这个男人 突如其来的传心声 这是什么鬼 艾伦在想 这后面难道是个变态不成 在做什么猥琐的事情 他现在只能期待电梯 早点抵达地下停车场 可电梯在室楼的时候 突然被打开 原来以为外面有人 可等了一会 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人影 高高男准备家门给关闭 没有想到外面突然传来了呼喊声 表示等一下 艾伦急慢按下了按钮 这个人才显示又显到上来了 这个男人刚上来 就在电梯那边刷安全卡 然后取消了地下楼层 按下了444层 也就是最高层 高高男说 搞什么飞机 我们是要下去的 你在注射 就在此时 这个男人转过身说 我是这里的保安 不用担心 不过你身上有血迹 还很慌张那样子 你觉得别人能不紧张吗 艾伦和高高男都看傻眼了 这是什么鬼 保安急忙解释 并做了自我介绍 他说外面有怪物 我们只要锁上电梯 在这里就能安全 我现在是在救你们 外面那可怕的怪物 夹于双肩 就能干掉人类 和异性很像 可你觉得两人能性吗 高高男觉得这个保安电影看多了 准备过去按懂其他的楼层 可因为保安刷了安全卡 虽然现在的电梯算是被控制的状态 只能抵达44层 但高高男也不是吃素的 虽然保安的手上有道 但双肩被制服了 而艾伦则拿起了电梯内的急救电话 准备寻求帮助 可试了很久都没回应 就在此时 电梯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幻动 灯光也在不断的闪动 最后直接停电 三人都被吓坏了 保安安抚两人不用担心 但因为高高男有幽臂恐惧症 所以非常的害怕 他甚至用从保安那里拿来的刀子 在电梯的控制面板这边摆弄 企图早点离开 这个让他恐惧的地方 可保安却说你这样弄 等一下我们都会死的 眼镜无果 高高高男甚至准备 从电梯上方的出口爬出去 就在此时 外面传来了恐怖的似吼声 然后电梯再次摆动了起来 电力恢复了 高高男抢过了保安手上的卡片 然后按下了39层 这次电梯的门打开了 可保安所说的怪物并没有出现 艾伦也看了看外面 似乎一切都正常 高高男表示 我要走楼梯了 你要不要一起 显然他不相信这个保安 指不定这个保安杀了某个人 然后用还言哄骗他们 艾伦有些犹豫了 一个路人 一个身上带血的保安 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高高高男 可电梯要关上的那一刻 他看到了之前 从保安手上抢到的刀子 在高高男身上 疑心加上恐惧让他追踪 再次进入到电梯内 保安说你的选择是对的 然后按下了停止的按钮 艾伦变得惊慌失重 他想要离开这里 就在他和保安争扎的时候 上方的电梯窗口似乎在撞动 显然有人要从外面进来 眼见情况不对 保安说赶紧刷卡 按下444层 去顶楼 然后上方的门被急压 凹陷了进去 两人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高高男的尸体给吓到了 因为尸体掉了下来 显然他们的这波操作 害死了高高男 艾伦责怪保安说 是你不让他进来的 艾伦相信自己是想要进入高高男的 两人再次发生了争执 他们抢夺安全卡 没有想到卡片掉到了电梯井的缝隙里 现在就很尴尬 然后艾伦和当初的高高男一样 打开了控制面板 准备让电梯下降 可你确定懂这些吗 保安折在一旁一直劝说 但因为太烦了 艾伦生气的一刀过去 没有想到保安被戳中 我一开始以为 艾伦会害怕的大叫 没有想到随后的画面 竟然是艾伦不断的吃保安 最终保安哥也凉凉了 我在想 艾伦难道是因为种种的事情 导致疯了 此时电梯抵达了地下停车场 艾伦终于出来了 可就在此时 外面有人冲过来 表示等等我 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个 没有想到竟然有一群人 朝着艾伦的方向穿得过来 显然 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追逐他们 而保安哥当初所说的话 是真的 外面真的有怪物 当这些人冲进电梯 艾伦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也暗示了这些人 可能会是下一批的受害者 显然 在高个男涼涼之后 艾伦已经崩溃了 当知道 外界真的有怪物后 更崩溃了 谁知道崩溃后 人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许在UB中 人才最为疯狂吧 当然也有可能 艾伦本身就有精神疾病 被这么一次机 最终爆发了出来 而怪物是什么 我们也不得知 不过怪物肯定是有的 不然保安 不会那样表现 最后人们 也不会不管 电梯内的尸体 穿得进来 显然外界 招近如同末日一般 但人性的险恶 远远比怪物来得 更为可怕 确实有点立方体的初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